好 接下來看看新聞不一樣 這個是香港女星 蛇詩曼是香港小姐出身 而天生麗質 是演藝圈出名的美魔女 而總是頂著這個招牌 極尖秀髮和長瀏海的她 居然罕見的盤起長髮囉 還露出了整張臉龐跟額頭 有人說這樣子無關 看起來更精緻更立體了 側臉入鏡更漂亮 穿著一身黑的西裝外套 她就是依靠在木板 好像這面無表情的 非常非常的 就感覺非常深情的 而且這個眼神就有點空靈空靈的 凝視遠方 讓她整個人看起來又霸氣又漂亮 有人說真的是動言到不可思議 好 繼續來看到是藝人徐偉寧 她有著這個非常漂亮的混血臉帶 還有模特兒的身材 而最近有人發現她身材越來越好了 越來越瘦了 甚至呢演技也備受肯定 而她在IG上常常會分享她自己的生活點滴啦 她曬出一系列的美照 包括健身碗的自拍照 大方秀出健美身材 這個肌肉線條肌肉曲線 也讓大家覺得說天啊 實在是太厲害了吧 到底怎麼練的呢 網友紛紛留言 真的不愧是女神耶 有夠漂亮的 就連她的好朋友演雅倫也讚嘆 原來這就是傳說中的二十二妖 那麼我們來回味一下自己的學生時期好不好 大家會覺得說大家在當學生的時候可能長得很傻 因為教官可能會抓這個你的外表 不能化妝 然後包括你的這個頭髮 也不可以有一些花樣 所以這一集節目同學來了就來回顧大家的學生時代 主持人納豆好像沒有什麼改變 那蘿莉塔呢 有人說分叉超級大 來畢業紀念書我們看一下好不好 去演納豆就是這樣子的樣子 那時候就臉比較瘦 整個人比較瘦嘛 綜藝節目同學來了 回顧學生時期 納豆沒什麼變 但蘿莉塔 她是豆豆 蘿莉塔 蘿莉塔不斷笑說要把照片燒掉 納豆還自爆戀愛花招 所以她跟我們搬一個特可愛的女生在一起 她有一點起床氣之類的 就是來上學的時候心情會不好 打她一下 踹她一下 然後就是她就會逆來順受 她很會裝可愛 她以前是裝那個蚊仔還是蒼蠅 蒼蠅 然後就會這樣 然後飛…到旁邊之後 還會學那個蒼蠅這樣 就是手這樣 手在那邊出來出去 然後會搭到女生的肩膀 納豆哥原來才是全民情勝 但這一位才是她當年的女神 她從那個 不管是歌聲啊 表演啊 或者長相 蔡依林就是她的女生 那個時候我們剛進宿舍 然後她住410 我住411 然後我們會一起去隔壁的家樂福 參買一些東西 然後她每次經過就說 哇 那個等身大的看板很棒 然後就過兩天之後 就直接出現在她宿舍裡面 畢業十幾年 大家還是津津樂道談當年 學生時期果然能讓人回味一輩子 記者 綜合報導 嗨 我related事 はia ho 有 小姐 会 banks 透 十四 有 是 想想想想講